本章主要讲的是创业者的行销量测 什么叫做创业者的行销量测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是一个创业者 那你本身要去衡量 要去计算 要去了解你到底效果是多少 那我举我一个补习班的例子来衡量 早期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补习班的时候 因为我们本身会有招生 那我们招生的话 基本上各位想想看 招生的话它的效果来源是哪里 可能是我们有一个活动 我们有一个正想活动 或有一个我们促销活动 随着我们各种不同的促销 那会有不同的效果 这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我们的业绩来源 最主要是开课的来源 也就是说基本上 我这个课程来源 到底是接政府的公案 还是老委会的 还是一般的大众的 还是跟学校之间合办的活动 这个是一种良策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当我们学员来上过课之后 他对老师会有评价 他对老师评价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也许说他上这个老师的window 接着部分上这个老师的excel 或的power points 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老师的债报率就会很高 这个就是所谓的行销量测 同样的我们行销量测 我们可以量对手的 对手怎么去量呢? 举个例子 假设固定在上一些其他的巨差补习班 或者上学差补习班 我们去研究说在消费者的印象当中的时候 我们跟他之间的差别为什么他当初会去选他? 所以我们讲销售文案的量测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是在衡量什么? 衡量你的客户增加的数量跟客户对你的质变反应 也就是说那你今天要去衡量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重点在哪里? 也就是说重点是你要求什么? 那因为你要求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会有拿什么当正品? 我们单纯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固定来讲 你先跟客户讲 当你按赞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送给你某一种赤月本 或者当你留下email的时候 我今天某一种东西 我可能有360度的想法 或300个方案我会告诉你 甚至于说当你订购的时候 我现在可能买漏水送完销利 或者说今天假设固定来 你今天重购 重购的意思就是说你介绍别人 或者说我们今天换个例子 你今天跟我买法拍概念通 然后你买1我送3 现在重点各位觉得很奇怪 那你买1本为什么要送3本呢? 因为送3本他没有用 他就会去送给他的朋友 既然他送给他的朋友 是不是影响力就会有 第4个部分我所谓的介绍客户 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要送某一个赠品 但是我的前提条件就是 你要留下5个客户资料 或者你介绍5个人 5个人分别来登录 然后他说介绍人就是你 那我就额外再赠送给你一套 别人看不到的 那同时我除了赠送你 我也可以赠送其他人 所以销售文案 它其实一个重点就是衡量反应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去写一个销售文案 那这销售文案它有不同的主题 那你在不同的时间你要去衡量它的效果 这个东西 因为网络上它本身是一种免费的东西 那你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量测你的效果 所以销售文案的重点除了你怎么去写以外 重点就是怎么量测 那接着我们再来反馈来想这样的一个东西 广告量测 那广告没有办法量测 广告有没有办法衡量 销售没有办法分析 其实靠的就是所谓的多变量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衡量说到底谁买的多 谁对你印象好 谁像谁 或者区别 或者说你打的这一组东西 在消费者感觉里面 它定位有没有给拉出来 也就是说所谓的谁对谁有影响 那如果我们今天讲邮据 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哪一个项目小朋友玩得久 他的心跳、他的感觉、他的兴奋程度 跟他的记忆程度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从量测观点来考虑到一个创新企业的话 那创新企业的量测其实就是损益表 跟预计损益表 还有一个所谓的现金流表表 跟预计现金流量表 所以当你有掌握一个数字的时候 你差有办法去分析 差有办法去了解说 你可以说从过去的一期去预测到下一期会赚多少钱 那你可以从过去的一期现金流量去预测下一期的现金流量多少 甚至你可以从过去一期的成本去预期 当你有什么改变的时候 你的成本是做什么样的变化 那因为你有这个量测系统 你就有办法从数字上去量测 那既然你自己可以量测 你就有办法去改进 人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最大问题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所以导致成本虚增 导致客户消失 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说你知道你的问题是 客户没有新旧客户进来 或者客户可能用过一次他不会再来用第二次 或者说你今天知道说今天你的问题是在于说 你的客户跟新旧客户的比例没有呈现扩大的趋势 或者说你今天你的最大问题点是在于你的客户不够多 或者我们今天换一个例子 你今天在发DM的时候 你发DM的点跟时间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举个例子 假设不定你要发DM 那你如果DM上面有番号 就是说你今天从他号码 你可以知道说你这个DM是在哪一点发的 甚至于你可以知道这个点在哪一个时间发的 那你今天每一期每一期 透过回收的问卷 透过赠品的更换 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说我哪个时间点花的效果最好 这就好像说我们常常把DM交给委托人家发 委托人家发的时候我们没有指定 可能我们发一张同样是五毛钱 可是我没有指定 我没有没有指定的时候 他就随便跟你乱发 老人家也发小朋友也发 反正重点他发完了他就走了 你也没去做监测的东西 如果今天我们放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发的对象是书包也发 观光课不发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你可以让你的每一个宣传单 跑到学址的手中 你可以确定你的宣传单可以跑到 你的所谓的潜在客户手中 这个就是所谓的行销量测 同样网路上也可以 但是因为网路上更加方便 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赠品找得出来 时间锁定 我们就可以透过消费者的过程当中 他所留下的资料 然后我们寄送一个他可以吸引他的赠品 这个就是所谓的创业者的行销量测 那这工具面都是一样都是透过数字 也就是说销售文案的部分 是透过客户的反馈 不管是留email 按赞 或者数量增加 或者介绍更多客户 或者说我们今天马一送一 限时马一送一 马一本送三本 类似这样是不断的去扩大我们的读者流量 第二个部分广告的部分 我们透过多变量分析 我们去前测后测 去了解每一个广告讯息的有效度 再来我们企业量测讲的就是数字 我们就是损益表跟现金流量表 预计表跟未来的验证表 去做管理加强的动作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家里的共同作者 谢谢